U12世界杯少棒錦標賽第三天 日本交手尼加拉瓜 賽前戰績同樣是一勝一敗的兩隊開賽一路僵持 直到四局上 日本讓原本守三壘的裝思光泰接替頭球 尼加拉瓜才終於找到突破口 率先上場打擊的Moreno 這棒扛得很紮實 小白球一路往右腕也飛出去囉 這是支揚春拳雷打 尼加拉瓜首開記錄 第一時間教練興奮的帶頭正必歡呼 而當Moreno繞完所有壘包回來時 更是受到全隊英雄式的歡迎 但是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燈 下個半局馬上展開反撲 五人出去二壘友人 剛剛被紅拳雷打的裝思光泰說 自己的敗頭自己解圍 面對身高一百七十九公分的先發Moreno 硬是一棒把球砸向左半邊 這支揚破壁安打帶有一分打點 日本馬上追平比數 來到六局上 尼加拉瓜靠著安打以及道壘 攻站上二三壘得分大門 也帶給日本冰岡路莫大壓力 他接著保送下一位打者形成滿壘局面 這個時候 加西亞大棒一揮掃出右外野的平飛球 落地形成安打 一局送回兩位隊友 尼加拉瓜取得三比一領先 而且他們的攻勢還沒有完 一出局二三壘友人 Bustigio敲出投手前的彈跳球 後手沒能攔到行程穿越 三壘上跑者回來得分沒有問題 二壘上隊友也連扣了兩個壘包Safe 尼加拉瓜在這個半局吃下四分大局 瞬間取得五比一的遙遙領先 並且全隊合力手下對手最後反撲機會 中場尼加拉瓜就以五比一擊敗日本 戰績來到兩勝一敗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